香港,这座被称为东方之珠的城市,拥有璀璨的夜景,丰富的美食,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活力。 它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也是亚洲最具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大都会。 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地产市场最旺盛时,一名老千横空出世。 由梁朝伟和刘德华主演的金手指讲的就是这段历史。 这个神秘人由落魄商家摇成一遍地产巨额。 整个股市为他疯狂,在短短两年间,可以说代表财经界一个神话。 这说的神秘人就是嘉宁集团主席陈松青。 这人从来不在镜头前现生为整个事件增添了更多的神秘感。 嘉宁集团的业务还包括旅游、饮食、船务等等。 可称得上是一个庞大的集团。 他拥有超乎想象的诈骗手段,为他建立的商业帝国,创造圣极一时的假象,卷走了香港几十亿。 陈松青本人传闻拥有多量劳斯莱斯。 然而又有多少人猜到,嘉宁帝国很快就会崩溃。 由崛起到崩溃只是用了短短四年,无数古民血本无归。 最令人不好而立的,就是当中牵涉很多悬案至今仍未告破。 到底这宗香港史上最大的骗案是怎样发生呢? 骗子又是怎样迷惑我们的呢? 又是怎样一步步地掉入预设陷阱中的呢? 大家好,这里是万象博文,我是波娜。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这名商业老千是怎样用几年的时间,发展成一间市值几十亿的上市公司。 这个商界神话又是怎样破灭呢? 它是怎样在众目睽睽之下,犯下香港史上最大的诈骗案呢? 七十年代的香港被誉为冒险家乐园,谁都想在这个遍地黄金的海港闯一片天。 当中包括今天的主角陈松青,有人说他在马来西亚出生。 不过他的身世成疑,因为他的资料很少。 只知道他做土木建筑,曾经在新加坡做过小生意,后来破了产。 随后他漂洋过海地来到香港,加入一间地产商。 他一边打工,一边钻研地产和股票市场运作。 后来得到老板赏识,还和中市家族的钟鸿生合资开公司。 在地产市场复苏时期,用250万购入养和医院限制的一块地皮。 一年后再以620万卖出,低买高卖赚到第一桶金。 陈松青之后自立门户,开了一间灭虫公司。 1977年底,成立嘉宁集团。 虽然之前买卖地产赚到钱,但他不太满意,赚钱赚得太慢。 心想靠自己的钱,买一块卖一块地,哪能发财啊? 于是他想到,问银行借钱,不就可同时做几个项目,扩大生意规模。 那么他实际是怎样操作呢? 譬如在1978年,嘉宁用1850万买入元朗一块地皮。 然后将地皮抵押给财务公司,借到6000万。 他又将170万买入的地皮,抵押了2000万。 借到的钱比买地成本高出十几倍。 这种钱滚钱手法,就是透过向银行抵押套现,拿到大笔资金再买贵重物业。 令嘉宁在短短两年买入30个地盘,发展成一间中型地产集团。 陈松青在70年代后期好像开了外挂,如有神柱。 碰巧中国改革开放,香港发展蓬勃,资金一窝蜂涌入地产市场,抬高地价。 陈松青自然能借到了更多的钱。 就是这样,嘉宁借势谈起。 其中最瞩目的例子就是在1979年,出售的八状赤柱豪华别墅项目。 每状叫价800万,高出当时市价两倍,但也一下卖光了。 这令行业内开始留意这颗地产明日之星。 陈松青意犹未尽,见时机成熟,开始画更大的饼。 他找到了目标,金门大厦。 这一状金门大厦就是现在的美国银行中心。 它是知名顶级商社,而且临近刚刚落成的金钟地铁站,坐享地理优势。 1980年1月,陈松青用了接近10亿,把他整状买了下来。 创下当时史上最大金额的地产交易记录,震撼全港。 买卖金门大厦造成的轰动,令嘉宁成为当时香港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过了大半年,嘉宁就以16亿8千万,将金门大厦卖给另一个财团。 换句话说,这状楼帮嘉宁一年内赚了7亿。 又创记录,是当时盈利最多的单一房地产项目。 这个风头呀,一时无两。 陈松青就顺势盘算怎样再扩大规模,在最短时间筹集最多资金发展。 讲到要集资,很多人都会想到上市。 但陈松青嫌申请上市的手续太麻烦,于是他用3亿收购一间上市公司,美汉。 并以名为嘉宁置业有限公司。 借别人的壳,成为嘉宁第一间上市公司。 在当时,嘉宁可以说代表财经界一个神话。 但嘉宁集团的资金,到底是怎样来的? 陈松青一直秘而不宣。 公众见到他们资本雄厚,做成这么大笔生意,人人都屈之若鹜。 买嘉宁的股票,都冲紧着乘这趟顺风车发财。 嘉宁由刚刚上市时的六元股价,短短一年内飙升多两倍,股价攀升至每股17.9。 声誉打响了,嘉宁好像印钞票般,继续发行新股和向银行借钱,缔造商业帝国。 陈松青开始疯狂收购,买入很多不同产业的公司。 航运公司。 买。 电影公司。 买下。 保险业。 照买。 在嘉宁的全盛时期,业务进军到各个行业。 集团属下的员工也高达3万,要知道当时香港总人口才500多万。 嘉宁的业务还包括旅游、饮食、船务等等,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庞大的集团。 公司的版图更加由香港深沿到台湾、日本、东南亚、甚至澳洲、新西兰和美国,成为一间拥有200多家公司的多元化集团。 不过随着嘉宁越来越多的曝光机会,公众的疑问也开始多起来。 究竟这个才刚崛起的集团,哪来这么多源源不绝的钱呢? 陈松青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当时社会谣言满天飞,有人说他后台老板是马来西亚政府高官, 又有人说他是菲律宾总统夫人的朋友,亦有人说资金是来自莫斯科人民银行。 陈松青本人呢?他根本就不理会这些传闻。 陈松青出手阔绰。 比如,重金礼聘知名人士加入公司,出入都是劳斯莱斯。 把办公室装修得像一座宫殿,里面还摆放大量法国名画、收藏品。 这些举动另一项冷静,实事求是的投资者都为之疯狂。 就连银行都觉得,佳宁资金雄厚又懂得点时成金,借钱给他做大生意一定不会死。 到了1982年初,连香港最大,信誉最好的汇丰都同意,向佳宁提供两亿贷款。 这让其他银行见到,便一起纷纷借钱给佳宁。 陈松青又是怎样获取银行的信任的呢?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炒高佳宁股票。 像银行贷款通常用公司的股票或物业做抵押,抵押品的价值越高,能借的钱就越多。 陈松青就不惜一切拖高佳宁的股价。 例如不断做一些大动作,展示他资金雄厚。 或者暗地用小道消息散播利好,吸引人买入,一步步推高佳宁的股价。 陈松青甚至会用子公司买回佳宁的股票,令股价只升不跌。 由5.9推到17.9的历史高位,佳宁借到的钱当然就越来越多。 不过这种滚雪球的游戏,根本不能无止境地滚下去。 地产市场开始走弱,楼价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而下跌。 市区住宅平均跌三成。 而商业楼宇方面,由于尖沙嘴东部有大量供应。 九龙区的写字楼租金平均比年初便宜四成。 楼房开始没人买得起,空置单位越来越多, 一直发展迅速的地产市场都被迫暂停。 令陈松青最头痛的。 不止香港本土因素,世界经济衰退已经令香港经济不景气。 利率高企,港元贬值,大家都没钱。 消费少了导致佳宁遥遇坠。 为香港地产业带来致命打击的是一宗交易。 一块在中环,早一年估价上到25亿的地皮, 竟然只以10亿成交。 这令当日股市暴跌近80点,泡沫开始破裂。 取消派息,挂牌出售资产,这些手段没能拯救嘉宁。 嘉宁的股票不在值钱,这导致银行不会再借钱给嘉宁。 不但借不到新债,还还不起旧债,有银行提出将嘉宁清盘。 陈松青原本想安排债务重组,力挽狂澜。 但是一宗命案,彻底粉碎了陈松青的如意算盘, 还将他多年点试成金背后的底牌揭开。 在1984年7月18日,大浦一个交邻发现一具男性尸体。 证实是一个大马人,他名为伊巴拉西, 是马来西亚育民银行,派来香港的内部审计师。 当年马来西亚这间国营银行,想来香港发展, 可惜申请不到香港的银行牌照, 于是就开了一间接受存款的附属公司,在香港营运。 这家被称为玉民财务有限公司的一个重要客户, 就是嘉宁集团。 后来警方发现了,原来嘉宁初期大规模扩张的神秘资金来源, 就是玉民财务。 陈松青因为不是土生土长, 出来香港名不经传, 没有什么本地银行或财团肯借钱给他。 所以,一开始向玉民银行借, 在1979年至1983年之间, 玉民财务就借出了8亿美金, 相当于港币60多亿。 这批给嘉宁集团和由陈松青控制的 其他公司的借款, 不但数额大, 而且大部分没有依照程序办理。 例如当嘉宁收购金门大厦的时候, 玉民竟然向一间陈松青控制的, 登记资本只有两元的公司, 借了差不多3亿美金。 陈松青涉嫌一早贿赂玉民财务的高层人士, 令嘉宁在没有足够的抵押或保证之下, 获得了巨额贷款。 马来西亚玉民银行总部开始怀疑香港这间附属公司, 不对劲才暗中派了伊巴拉西过来审核财务。 这个内部审计师还曾经想煞停嘉宁那笔贷款, 结果惨遭毒手。 在历经酒店一间房先被勒死, 在弃尸新借一个交援。 警方很快拘捕一名姓麦的男子, 他在审讯期间声称是受陈松青指使。 但最终因不够证据而不了了之。 这宗凶案令香港和马来西亚政府意识到, 嘉宁很不对劲, 于是展开了全面调查。 嘉宁集团诈骗案彻底浮出水面。 比如当初令嘉宁声名大噪的金门大厦交易, 根本就不存在。 嘉宁借卖不出金门, 就转售给旗下的私人公司, 假装赚到钱。 曾经宣称高价受庆的赤住豪华别墅, 原来大部分都是由嘉宁的附属公司自己买回来。 说直白点, 就是靠左手卖右手, 和大量的公关手段堆砌出来的。 陈松青为了掩饰自己借完又借, 就叫集团职员帮忙, 以个人名义开公司, 做贷款申请人。 当然最后资金是落入嘉宁贷中。 嘉宁破产这一刻, 一共借了106亿, 数目之大令全港哗然。 嘉宁由崛起成为香港15大上市公司, 吃胎一食, 到亡国瓦解, 变成一个背负过百亿债务, 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 全部都在4年之内发生。 这宗香港史上最大的骗案, 蒙受最大的损失未必是老板陈松青, 而是一群陪葬的小股东。 这场风暴牵连甚广, 嘉宁集团主席陈松青, 执行董事合规权被拘捕, 被控告为伪造不正确 以及误导的业务报告。 司法站足足缠绕15年, 破了联署记录。 期间还牵涉很多受争议的悬案, 包括曾是嘉宁法律顾问的律师, 以及审过这宗案件的法官离奇死亡。 过了十几年, 陈松青都难逃罚网, 他承认串谋诈骗。 在1996年9月27日中秋被判入狱三年。 1998年初陈松青出狱后就隐居, 很少在报纸上见到他的身影。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一键三连哟。 这里是万象博文, 我是你们的朋友波娜,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